前幾天有同學整理了我們這個的筆記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同學如果回去有一空在自己複習 或者是預習的時候 也可以把你們想到的或者什麼觀點 自己也可以做一個簡單的紀錄下來 那要不要跟同學大家分享那個沒有關係 同學可以自己決定 可是那個是對自己對於華言 對於我們這學期讀入法戒品的一個 個人的一個了解的紀錄可以記下來 這樣子 我會有習慣會有我讀到什麼 我就可能會寫在課本上 或者是我會找一本筆記本把它寫起來 那就是看同學的有時間的話 有思考到哪一個點讓你覺得你會很特別有感觸 可以把它寫下來 這個是慢慢的去把它累積起來 那因為我們在讀華言 華言經這個思想 之前我們第一節課的時候 我有跟同學介紹過說 入法戒品是比我們現在看的這個大版的華言經 還要早流傳出來 還要早傳譯出來 所以它是經過不同的地方 大部分是在漁田的時候 就已經有這樣子的小品的這個華言經的 再慢慢的再流通了 好 所以裡面 入法戒品裡面出現的地方 也有是 大部分 它會說從往南方 什麼 那個 散財東說 我再往南方繼續去 可是大部分是南方 是在指印度的這個 南部這個地方 可是有時候出現的地點 依據考證下來 不全部是在南方 大部分是在南方沒錯 那地點也都確實 也都有一些是確實是還在的地點 都可以考證得出來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它的地點有時候是因為 在翻譯的時候 翻譯者他會 會有比較他自己的一個看法 所以地點不全部是在南印度 有時候也會出現在中印度 這個地方 有幾個地方也會這樣出現 然後再來就是說 華言經的這個意理 它是經過到了 漁田西域這代流傳 一直到我們中國翻譯出來的時候 它的時間經過很長久 所以呢 它累積下來的那個思想的厚度 也會比較豐富一點 所以呢 當我們在讀的時候 就是說各位同學在讀的時候 乃至我剛開始在接觸華言的時候 我也是讀到後面 忘了前面 就會不容易貫通起來 那這個就是對同學來說 確實很辛苦 因為要讀這樣大步 投的經典 還有它的內涵又很豐富 確實是不太容易 也很辛苦 那麼我們有新的同學 也許他們也訓習很久了 所以慢慢的可以 可以接近到 華言四 主要的核心概念是在哪邊 可是對於新生同學來說 確實會比較不太容易 但是這個沒有關係 可以慢慢的多文訊息 我們可以慢慢的去了解 慢慢今天聽一點 下一個禮拜 那有別的老師也許也有在講 在網路上也許有在講 這些都可以幫助我們去 慢慢的去把我們知道的 去把它串聯起來 也是慢慢的累積起來的 所以下次再聽到的時候 你就會有印象說 這個好像很熟悉 好像聽過 慢慢的去把它累積上來的時候 我們在聽的時候 你就會慢慢會很熟練 就會有概念的 所以同學也不用太急 慢慢的去閱讀這樣子 再來就是說 我們盡量 我在那同學讀的時候 我會盡量把這個經文跟探玄劑 搭配起來讀 會很清楚 然後也可以慢慢了解說 法障在解釋這個 入法戒品的時候 還有華言經的時候 尤其是探玄劑 它會有固定的一個解釋的方式 我們現在開始講的是 入法借品就是有 分成本會跟末會 對不對 前面在講本會的時候 跟這個末會的時候 同學會 我覺得很複雜很多 不是複雜 因為他講得很細 很細 這個是開頭的部分 可是等到 善台童子 他實際上要去開始參訪 文書過後 第一位善知識是 功德雲比丘 那功德雲比丘開始 這個內容就很固定了 以法障寫作的一個 在探玄劑寫作的一個固定模式 他就用五門去解釋 不管哪一個善知識 他都會用五門 所以要什麼 推 再次推薦他下一個善知識 他就會有五門 就是很穩定 就是有五門去解釋 那之前呢 他在解釋 這個本會跟末會的時候 雖然說很清楚都會用 本會十門 末會也十門 那每一門裡面 他又分得很細 所以我們第一次在讀這個地方的時候 會比較辛苦 比較不容易弄懂 可是到後面讀起來 會比較不會那麼複雜 就是說他寫作的這個模式 大概就很固定 就五門下去 每一個善知識用五門 那經文裡面用這個五門去分析出來 所以到後面會比較 同學會比較容易掌握了 那前面這一段會比較細一點 也會比較講得比較詳細 好 那我先就是先大概跟同學 再複習一下講一下說 我們在讀這個的時候 會遇到的一個困難 那也不用擔心 就久了之後 就會慢慢了解說 把這樣寫作的 他會有一個固定的敘事物方式 那麼我們之前是講那個本會已經大概 本會已經結束了 再來是進入末會 那麼末會裡面有 我們上禮拜有介紹說 善才色五那個五項 那有三個會 就是比丘會 比丘會再來是龍王會 再來是善才會 比丘會就是開始是 以文殊菩薩跟那個瑟利佛 這兩位是比較重要的人物 在比丘會裡面 第二會是龍王會 以龍王為主 但是第二會龍王他的經文很短 就幾行而已 再來第三會是設善才會 那善才會開始就會 經文就 內容就會慢慢多起來了 那比丘會裡面呢 是 我們可以看那個課本裡面 文書菩薩從善助樓閣出 從這邊開始 還有他遇到善才的時候 還有跟六群比丘的時候 那這邊六群比丘就是 文書菩薩如何去啟發 這六千比丘 如何啟發他們的這個 啟發去入這個大聖的信心 以及讓他們知道說 這一聖法的好處在哪裡 還有他們相信了之後 能夠本身可以獲得什麼利益 好 那最後呢 又會再加上一句就是說 那為什麼 那個為什麼 社利佛他到了這邊 他就能夠了解呢 然後就可以發大心呢 他前面是說 因為 前面我們不是在講說 聲文二聖 他們是如龍芒 不懂 不太清楚 不能懂這個 好 這個是記這個 記這個二聖 然後來凸顯這樣子的 的這個法 一陣原教法的殊聖 可是到了這邊 就解釋說 因為社利佛他也是 即限聲文 就是視線出來的聲文 他只是 也是視線出來的 不是說他不了解 他是在這個立場裡面 他是視線出來的 後來呢 經文也知道 後來其實 社利佛這六圈比丘 也因為這樣子 然後又繼續受到 文殊菩薩的啟發之後 再進一步的發大心 敘入到這個 這個一聖的這個法裡面 好 那我們今天就來了解說 文殊菩薩跟六千比丘 這樣子的法的傳遞 如何去 如何告訴他 這個一聖法的這個殊聖的地方 來看 這個是前面上週 我大概有講過說 後面這法界人類 也就是 來 把53 把這一三之四的區分 人數有分57人或者是 色流類有20種 有20種人物 那還有分 異象類有四 就是 約果色化 從佛果上面來說 色化 這是從 佛字的大悲 還有海印上面 所顯現 所顯現出來的 第三個是 約陰成形 就是菩薩 為了要色身 那隨著 菩薩的願力 而遇到不同的根基的 對 的友情類 而有不同的視線差別 那 要傳遞的法 也會有差別不一樣 好 再來是約易顯得 就是 緣起的法中 人法門色 以這個人法門來 作為 搜射 好 那第四個約項 這邊是在指這些 他在四門就是針對 這些三支四門去做 做一個分類區分 從陰 德 意 這些還有約項 相就是 他們所顯現出來的不一樣 像比如說下面有 有良衣 彌切良衣 還有夜天 還有外道 還有扇線比丘 他們 這些從 這些象狀上來分 這五大類 有這五種 那還有彌勒 彌勒說他是最後生 是說彌勒到最後生 他就會 會成佛這樣子 所以他就 把這些人物呢 做這樣子的區分 有這五種 好 那麼法界示意就是 這邊有分 證報、依報跟現象法界好 表現法界 言說法界 好 這個是針對裡面的三支四 他們的專長 有一位叫做 三支綜藝童子 他會上四十二字門 那也許這個地方他就是 他是屬於言說 或者是說其他的證報 有一些善之四 像比丘或者是龍王 這些的 他們的證報跟依報 也都 也都不一樣 也都很殊勝的 這些善之四 還有結智分法界 就是說 每 每 到了參訪那個十地菩薩的時候 每 每一地每一地菩薩 他們都有過往累積 所累積的修行 還有供養佛 還有發大心的不同 所形成的 所以這邊 這邊說會往陰的法 說往過去陰 還有結智分法界 就自己因為發大心 然後再修 修這樣子的法 從自身的這個殊勝的地方來分 最後呢 推盛進法界 就是一個善之士結束之後 那這位善之士會 推薦善才再去參訪另外一位善之士 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法界 雖然說 有十種 有這十種 可是它同樣是一個緣起 那這什麼樣子的緣起 就是 所謂法界的緣起 它就是 可以 我們可以看到是十種對不對 可是呢 應該是說 是無量的 我們從經文裡面 還有善之士 從有限的數字 從有限的人 人物來分 有這五十幾種 五十五啦 五十七啦 或五十三這樣 那 廣的來說 是無量無邊的善之士 這些 隨一皆具 全部是同一個緣起 就是 互容是沒有互相的 格愛的 這個地方 就是會 凸顯書說 從一個 可以通到無量的 這樣子無窮境的 這樣子的 一個 從從無盡的這樣子的法界 所呈現所展現出來的 這邊是 法界上這十種 那麼 再來是 好 再來是 從 文書從這個 安住 善安住樓閣 我們可以 要看經文的話 可以回到這個頁數來看 那麼 經文裡面會說 耳食文書菩薩 然後呢 從善住樓閣出 這邊呢 與一切同行菩薩聚 那這邊呢 就 告訴我們說 除了文書菩薩為主 因為文書菩薩是畫主 為畫主 那後 後面有 六千筆 六千筆丘 是 文書菩薩 所要畫度的對象 那這邊 有 提到說 這六千筆丘 其實也是 過往 過往 文書菩薩所教化過的 那現在又來 又再出現 他其實 也是 告訴我們 他要再進一步的去 去 救度 救濟 這樣子 我們可以看這個 經文這邊有 有說 好 我們可以 同學可以翻到1826頁 1826頁這邊就有提到說 第三行 第三行 就是 就是這些 要離開了 要辭退了 之後 就分說 他是救濟 救濟救濟故 也是因為 過往 曾經受過文書菩薩的教化之故 好 就是這裡面 那 再來 我們直接看這邊 經文就說 耳食文書施利童子 從善柱 善安柱 樓閣出與一切同行 諸菩薩聚 那菩薩裡面有天 有夜天 還有 八天王 有八個天王 那這些都是 隨從 隨從就是 以文書為主 那麼這八 夜天跟天王 是屬於隨從的部分 那隨從這邊就呼應了 主辦 主跟辦都有 然後出 出樓閣 好 這邊的 出呢 這邊 他解釋說 出就是為什麼呢 出這個 出小聖的涅盤 跟之前的對比起來 看的話 是出小聖的涅盤 然後呢 主辦出閣一本起末 一本 以這個文書 我們所謂的這個 法界這個 圓融這個法 而收射於這個末 這些 同行的菩薩 這些 然後正如念 正道 真如離念 明善安柱 樓閣叫做善安柱 那善安柱 他是批譽這樣子 正道的真如 然後離開了一切的 一切的 扎染法 或者是任何的念 然後 法界述從 叫做樓閣 法界述從 叫做樓閣 從此正正 那後起廟字名為閣出 好 這個 善柱閣 這樣子解釋 來批譽這樣子的意思 那同行者呢 同行者就是剛剛經文講到的 還有那個天王還有夜天這些 這些都屬於同行者 以 以字為眷屬 那為什麼呢 因為文書是吉祥誌 那菩薩 後面的這些出現的菩薩是內眷屬 還有 立世天王夜天是屬於外眷屬 內跟外 主跟從 主跟伴 這些都有 那就有主有伴 有內跟外 好 那這些都是 一起同時的 同時的顯現 沒有次第的 好 了解 這個是 文書菩薩當時跟這些 這些善之 這些跟他同行的 這些天天王 夜天跟那個天王 好 那這邊十天就是 十個天王 有十位天王 還有八位 有十位夜天跟八位天王 表示這個法的自在 也是 這些天王 他們也是有累積相當的一個 善根跟這個機緣 那他們與法也能夠自在 同時呢 也因為 文書菩薩的威德 來射受他們 好 那這些呢 那這些呢 這邊 文字裡面二就是指 這個 十個天神跟八王 聚到佛前 禮足供養 同樣也會有 有這樣子的 對於佛的一種 恭敬 再來呢 來看 他說 再來就是說 色諸供養了 再來就是 繼續還要再往南走了 繼續要往南走 好 色盡禮辭 就是 這邊 辭去 冥姬 也就是說 好 那這邊有寫說 過去已經蒙文書菩薩的色獸跟教化了 所以呢 現在只是 為了來 視線救護 而出現 好 再來呢 實際上就是 那個 色比丘會就開始進行 開始了 色立佛 尊者色立佛 因為色立佛在本會裡面 他們就是屬於 二聖僧文嘛 那那個時候描述是說 他是如龍馬 沒有辦法 無法去入這個 雖然說在座 他有修這樣子的 善根 的這個 以前累積 這樣的善根的這個機會 所以他可以入到這個 華言法會裡面來 可是他 沒有辦法就是說 雖聽而不信 或者是不能見 不能見佛的境界 也不能入佛的境界 但是到了這邊 色比丘會的時候 色立佛 他是成佛的神力 來開啟他 然後見到文書菩薩 見到這些大菩薩們 好 所以他在這個時候 這個 這時候的這個 比丘會裡面的 六千比丘 就 就 善根 就成熟了 在這個地方 好 那 這邊呢 色比丘 文書首先出場是文書 文書菩薩如何去 去色授這些六千比丘呢 又如何開啟他們的信心 又如何讓他們獲得這樣子的法義 得到這樣的法義 好 然後呢 從這邊開始 就是 就分 從身遺色 另根手 起這個 去入這個 這個大聖法的這個 這個浩耀心的這個意念 好 那 聖利佛呢 就這樣子在 心裡面就起這樣子的念頭 如是念 來 我看 1826頁這邊經我們可以了解 那這邊就說 色利佛跟六千比丘眷屬圍繞 從智 從智房出 智房出這邊就是說 從 他是捨小聖的 神小聖要入虐盤的 這樣子 然後去入一聖 那文書在這邊就表示一聖道 文書這個地方就表示是一聖道了 好 然後呢 再來 與佛共行弟子 皆是新出家 這些六千比丘是新出家 那新出家意思就是說 他們呢 染息未深 沒有很深的不良的一些習性 好 我們可以看那個 課文1827頁 來 第四頁中間 有看到 染息未深 明義回顧 明義回顧 可以了解嗎 因為他雖然是常出家 可是他習氣不多不重 所以他很容易回小向大 只要一受到啟發 他就很容易回小向大 明義回顧 然後也容易出小聖分別心的家 然後入 以入三聖位這樣子 那 為什麼以色力佛為代表呢 色力佛是代表三聖法當中的法匠 比較重要的 善根也比較堅厚的 這樣子 那文書呢 是代表一聖法 好 這邊呢 就是 那這邊的比丘呢 有 有這幾類為最重要的代表呢 然後這邊經文就說 因為 這邊 遲等比丘 好我們再回到 這個經文 1826月 倒數第二行這個經文 遲等比丘是文書實力之所化渡 就是 之前已經受到 文書菩薩的教化了 那在這邊又從 又來 又出現 這邊就 已經知道說 他們已經從 回小向大 從聖文 回入到大聖 這邊 從這邊來 來表現 好 那這邊 文書菩薩 如何用身儀來射受這些六千比丘呢 首先就是 成佛神力 讓 來見到文書菩薩 也就是說 射利佛六千比丘 也是從 成佛的神力 而見到文書菩薩這樣殊聖的這個身相 這邊有寫獨聖元 很殊聖的這樣子的因緣 再來 繼續 起聖念 起這樣的聖念就是 念什麼呢 如是念經當於文書實力菩薩俱行 非常 非常高興 能夠跟文書菩薩一起 那也是因為 他們有 這樣子的善根 成熟了 而能夠起這樣子的念 起這樣的意念 還有聖 聖基 第三點 蘇聖的這樣子的 基元 跟基 與六千比丘 那六千比丘過去也曾經供養過諸佛 所以有這樣子的 有 有這樣子的因緣 福德因緣 然後 又在諸佛所種諸善根 也同時是文書菩薩過往所化度的 好 那這邊的六千比丘是在說 是所所批基 所要去接受教化的 也是文書菩薩所要教化的 那麼文書是表示一聖 一聖的基他是化主 好 奢利佛是鑄化 他是協助的 所以呢 這邊就說 聖地佛過去是 他其實是已經是菩薩了 但是他在這邊是視線生文 是視線生文 十等比丘過去已經接受 文書菩薩的一個色受教化 現在又到了這個 華言這個法會裡面來 表現出對於舊度的這樣子的 一個用意在這邊 然後再來 試聖境 聖境呢 就是從文書菩薩 清淨的身 還有他的像好莊嚴等等 來自於隨從的這些 眷屬們也都有善根成就 遊行處這些 觀其功德所行 也是過去供養諸佛的 這個善根累積的 那麼諸天大王 恭敬供養這樣子 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供養 所以這邊呢 一開始文書菩薩先出現 就從他自身所具有的這些自分鏡 自身他所所具有的這些 然後能夠來射受這些六千比丘 如何來引導他們 啟發他們先用自身所 所修到的一些這些 功德跟利益 來射受 射利佛這些六千比丘 也就是觀 觀生光 還有眷屬聖 威夷聖 行處聖 依果聖 供養聖 還有觀聖 聖境 也就是 進而 用這樣子的境界 然後來加持這些六千比丘 來啟發他們 這邊是文書菩薩 一出來 就具有這樣子的一個 很殊勝的這個 這個 境界 那 這邊呢 接上來 朱比丘 這些六千比丘 看到了之後呢 就很歡喜 也很讚嘆 心就清淨離朱購惠 遠離障礙 然後真正願意去求菩提 聚菩薩位 好 掌養大悲 來這邊 從 經文裡面有這樣子說 掌養大悲然後入波羅蜜 同時也願意發紅誓願 來細見十方諸如來 這也是因為 受到這個文書菩薩 他所示現出來這些殊勝的一個狀況 來吸引六千比丘 如何來啟發他們的信心 也願意去發菩提心發大怨 在這邊 那麼呢 這邊有六種利益 得勝意就是說 離障還有發心 有沒有 這邊是 離諸構葬 遠離障礙 正求菩提發心 誠意 據菩薩力 然後呢 再來掌養大悲 入諸波羅蜜 這就增行增加 他在行菩薩道的一個助緣 還有發紅誓願 細見十方諸如來 有這樣子能夠成就佛道 見佛意 那得勝意就是在這個地方 因為文書菩薩來射受他們 也啟發他們 那得到這樣子的好處 六種好處 六種利益 可以離諸構葬等等 遠離障礙啊 進而積極的發菩提 這是見到這個文書菩薩的時候 然後得到這樣子的 再來就是 好 這邊是 朱比丘呢 就跟 色利佛說 他們都願意 願意跟 去見到文書菩薩 然後跟朱比丘 到了菩薩的這個地方 到了菩薩的地方 文書菩薩的地方呢 然後呢 這個 這個色利佛就跟 就跟文書菩薩介紹 這些 比丘們呢 都是剛出家的 然後很想要來認識 文書菩薩這樣子 遇見仁者 遇見仁者 想要來見這個文書菩薩這樣子 那這些呢 那個 色利佛就介紹 介紹這一群比丘 給文書菩薩認識 他們是剛出家的 也是很年輕 已經出了小聖的分別心的 這樣子 好 再來呢 文書菩薩他 顯現菩薩的自在 如相亡回世 就是很穩 來看 來 觀察這些 比丘 色受者之相 比丘這樣 還事 色受 這些比丘 那 比丘們呢 就是很禮貌 就是 頭面禮族跟菩薩頂禮 那頭面禮族意思這邊就是說 歸層 很願意捨這個二聖的 這樣子的 這個 入虐盤這樣子 好 能夠歸入 歸入到這個一聖 一聖這個蘇聖 好 那心裡面都起一個念頭 起個念頭說 我等以此禮拜功的 知諸法 十項 就是 就是 他們知道 能夠了解了 好 那諸法十項呢 就是所謂的空 好 這邊有提到 深空十項 設立佛 還仍然是跟佛比起來 是在屬於深空的十項 是屬於比較 基本的 沒有到這個 還沒有到 釋迦牟尼佛的這個法空十項 等等 這些大菩薩們所證的空 因為空的 所證空 也有深淺的不一樣 好 小聖的空是認為 諸 緣起無自信 一切就是空 所以要 入虐盤 自之不受厚有 這樣子的 他們認為這樣子是空的 好 那跟大聖的空 可以回小向大 或者是 那個趁願再來 這樣子的 那樣子的空 是有 有不太一樣的 那個程度 好 再來是 語頁 是指 文書菩薩 除了至深 現他所 所修集的這些 的這個現出來之後 他還用語頁 用語言 這樣方式去 去 去射受這些六千筆丘 那麼這個地方 會在後面的經文 首先先出現的就是說 先受至聖法 自己 自己 自己所 所獲得的 自己自身所 修集所 修集獲得的 這些至分這樣子 然後呢 為什麼呢 兒子 文師師利菩薩 就告訴 這些比丘們 你們當然知道 要知道 要修 成就十種大法 有十種法 可以讓各位得到佛地 何況是菩薩地呢 不只是菩薩地 還有佛地 這樣子 那麼這十法 這邊來看 聖境法 就是這十種 何等為實 好 從經文來看 第一個是 發大心 修這十法 第一個發大心 長養一切善根 究竟不退 第一個 第二個呢 見一切佛 恭敬供養 心無焰燭 要發這樣子的 這樣子的 心願 還有求一切佛法 心無焰燭 不會有疲累的 對於一切法 第四個 第四法就是 遍行菩薩諸波羅蜜 心無焰燭 就是不會有 就是不會有 有退堕的 這樣子的心念 第五個 具足一切菩薩三昧 修 修喜這個 具足一切菩薩三昧 第六個 是 一切三世流轉 心無焰燭 三世流轉 因為在神文裡面 它是所謂所謂的分段 分段的分段生死 那菩薩呢 他就是發願要在三世裡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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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救濟去 教化 所以 他 願意入到這個 生死的流轉裡面 心無焰燭 這個是為了 要去 救度教化 所以 願意這樣子 第七個 嚴禁佛叉 充滿十方 心無焰燭 對於一切的佛叉 所預見的 都 都 能夠 莊嚴 好 第八 第八個 教化成熟一切眾生 心無焰燭 也願意去發願 去教化 好 這樣子 再來是 在一切叉 一切節中 行菩薩行 就是 入於一切 生生世世 入於一切 是為了要去 行菩薩道 還有發廣大心 修起一切 一切佛 微成術的諸波羅蜜 那 就是華人講的 十波羅蜜 可是 微成一切 只有無量的諸波羅蜜 好 度脫一切眾生 去以佛實力 心無焰燭 成就這十個法 那就 可以去入佛地 更何況是菩薩地呢 好 這個地方是 這個 文書菩薩 特別提出來的 告訴這些 比丘們 六千比丘們 好 進一步的去發心 來修這樣子的 殊勝的法 有十個 別式行法 別 這十個 那麼 在這個十門裡面 有十門 可以色為五對 也就是有五種 收色過來 收色為五個 那雖然是 開展是十門 其實是無量的 那先用十門來表示 那色為五對 這五對呢 前兩門 前兩門就怎麼看到 這前兩門 發廣大心 長養一切善根 就進不退 一切佛恭敬供養 好 前面兩門 是叫做 發大心 大心進佛 然後 三跟四門 是求法修行 那後面這兩門 就依定啟用 用呢 是以大悲方便 然後隨有受身 不失正念 好 隨著這個 隨著這個 輪迴流轉 這樣子的有 去受身 也不會失去 這樣子的正念 然後呢 在生死九處 也能夠去設化 那這個地方就是 在這個地方就是說 是翻 就是把二聖的 這樣子的 入虐盤 入極面 翻圍 翻圍 入大聖 翻二乘 翻比二聖 就是翻轉 翻轉二聖的這種 因為二聖覺得 我就是要 因為這世間苦嘛 就是苦啊 我就是要 趕快入虐盤去 不要再輪回 這樣子 所以是翻轉二聖 不畏生死的 生死劍 這樣子 再來 這一對是叫做 沿途射身 沿途射身就是這兩門 七八兩門 沿逸佛叉 充滿十方心無厭倦 教化 有沒有 教化成所一切眾生心無厭倦 這個是沿途射身 然後第九第十門呢 就是 自行化 化人 所謂的自 自立他立 自行 可以自行又可以化 教化 這樣 一切差一切行中行 菩薩道 然後發廣大心 休息一切佛叉 唯成術等住 波羅密度一切眾生 聚佛實力 心無厭竹 這個是第十個自行化人 那麼這十門裡面呢 前兩門是自分 是屬於自立分自行分 後兩個聖境分 後兩門就是這兩門才是 與一切差一切結行菩薩行 是針對著要去設化這樣子 前八門 這些是智力的部分 從這邊來看 我們再回顧一下 這前面八門 發廣大心 還有見一切佛 求一切佛法 偏行菩薩諸波羅密 居屬一切菩薩三昧 然後與一切三世流轉 五彥竹 眼鏡佛叉充滿十方 還有教外一切眾生 這些都是在自行的部分 自立這個部分 後兩 後九跟十 第九跟第十 才是真的是屬於這個 聖境再進一步的去 積極的去推進 還有再來 舉易修 舉 也就是說 上面 成就這十種大法 能長養一切 長養一切善根 離生死 去一切世間性 超出生文 圓絕之地 前面這十門 這十種大法 可以生如來家 成就菩薩大院 還有行菩薩行 住菩薩地 可以成就如來功德之力 也能夠降魔自外道 防治外道這些 那麼這十法呢 也有十種利益 所以得失這十種利益 所以鼓勵這些比丘們 要精勤的去修學 努力的去修學 那麼這十個 可以生善意 還有黎染 黎染卓 超出等出小意 超出呢 就是 超出這個 小聖的這個 文法的利益 超出這個 然後可以生如來 等入大這個利益 還有具足大院 大院的這樣的利益 因為有發大院 再來行菩薩行 菩薩成行的這樣的利益 再來是能夠住位 能夠有 贈得的這個位 接位的利益 然後成佛果啦 還有祥摩 第十個 能夠治外道 這十門修學 你可以獲得這樣子的利益 所以呢 勸當時的比丘 六千比丘 要來發這樣子的 心 就是修這十個法 那正確的來說 這六千比丘呢 諸比丘 聞這個法之後 接得無礙盡眼三昧 細見 細見什麼 易見什麼呢 能夠細見 我們看這個經文 細見諸如 來找到 好就是 接得無礙盡眼三昧 細見十方 一切如來 及其眷屬無量眾生 也見到 種種世界 行類 重寶宮殿 及諸為成 這些 乃至如來 十眼境界 皆昔能見 然後也能夠 以諸如來 見筆 見筆諸如來 以種種聚生 衛生 種種變才 微妙音生等等所說法 都可以去入 能夠跟佛的這些 一些 境界 佛的一些 因身語言 這些都可以去入進去 在這邊的 經文裡面 描述這樣子 正法 就是因為 正文這樣子的法 就能夠 獲得這樣子的利益 然後呢 也能知道 未來 能知道 過去未來 這十節的事情 知筆 也知如來 十種本身 十種成就菩提 自在 還有十種轉法輪 十種神力 十種教戒 十種說法 十種變才 因為修這十法 能夠獲得這樣子的 的利益 那再來又分析說 除了之外呢 也有 得到 定 除了這利益之外 還有 得到這個 三昧定的 這樣子的 好的 特色 能見過去 能見 能見 離 離 那個障礙 這樣子 所以能獲得 近乙就是 這個眼 前面前面 我們介紹那個 二聖生文 他們是 眼未開 那這邊呢 因為修這十法 六千筆修 因為修這十法 能夠見 離 離這個眼翼 眼睛被遮住的這個 你可以去掉了 就 好像你戴了一個 很清楚的眼鏡 一副眼鏡 你很清楚的見到 這個 這個 親近的法 好 那也就是獲得 這樣子的禁言 那得定體 第二個 是 之後呢 是 業用 業用有 第一個呢 見 現在無礙 現在無礙呢 就有 有這些 見正覺 世間 以及眾生 還有見 氣世間 所見的境界 廣大無邊 這就是如來的 十眼的境界 還有得他心通 之前所見眾生的根欲 能夠知道 眾生的心念 在想的一個 心心念念 都可以知道 然後呢 也具有 生死 智 通之筆受生 能夠知道 其他 世間 其他世界的眾生裡面 的一個受生 他們的 輪回受生的情況 這樣子 這是因為 因為這個 定 起初 能夠 能夠具有這樣子的業用 定體 定體是無礙 就是類似這個 海映三昧定這樣子的無礙 然後能見這些 獲得這個禁言 那實際上的這個業用呢 就是 現在 還有下面 過去 無礙 那現在呢 就是正覺世間 氣世間 還有前面所見聞的諸佛 所說的 還有能夠他心通 現前的這個 那過去呢 過去未來呢 實者 就是 原術 這是想無禁 神明的實法 是一個圓滿的術 以實為一個圓滿的術 可是呢 它實際上是無窮盡的 舉實法為例來說明 所以這邊說 得此三昧呢 聚足成就十種實際菩提心 一萬三昧一萬靜比波羅蜜 還有得大智慧圓滿光明 菩薩的實名 助菩提心 這樣子 得到這樣子的三昧 的一個業用 那也因為 得到這樣子的定呢 另行什麼樣的行呢 就是菩薩行 所得的心具實 廣無邊 實際 實際深無底 深跟廣 深廣 無邊 這樣子 那也能夠 因為這個行呢 行就是有主辦 還有戒 還有智 這些都可以具足 從這實法裡面所獲得的這個 那麼呢 實名只是一種 產生了這樣智的作用 那實名品裡面有提到 也因為這樣原跡 原跡 原跡 射跡 原跡 射跡 頓時可以收射 能夠獲得這樣子的大利益 也就是這前面的實法 好 然後呢 這邊說 創立大興 能得實地後實名的用 以死射中 雖然說 前面就講這實法 死是一個起點一個開始 可是 可是 是一個起點開始 但是他仍然可以最終 射受到成就佛地 以死射中 中就是說 我這實法 因為他前面也提到 乃是得佛地和困菩薩地呢 以因為這實法 為一個起點開始 能夠終點 達到一個成就佛國的終點 好 那這邊呢 就有引出發心功德品 跟小象品裡面 都有說到 那余教呢 就是說 其他的 其他的 比如說 就是說 還講的是原教 一聖教對不對 那齊教就是所謂的 小聖 小聖教 這樣子 或者二聖聖文教 就沒有這樣子的 義 沒有這樣子的主辦 沒有這樣子的三昧定 就沒有這樣子的事情 可以 可以聚足的 所以這個是 可以死跟蹤相設 這個是其他的教 所沒有的 所以 這邊是 對於 啟發 這個 六千比丘的 一個 一個 一個重要的 或能夠修這實法 重要獲得了這樣的利益 所以呢 再來就是 教勸 勸呢 就是說 這個 文書斯利菩薩呢 就勸 朱比丘 還要 你要再繼續行這個 普賢行 祝普賢行 再繼續 再鼓勵這些 六千比丘 同樣還要再繼續 實踐這樣子的 普賢的這個 普賢這個大行 那得到這個普賢大行呢 所獲得的利益呢 也有 也有很殊勝的 朱比丘呢 也因為這樣子 出生大怨海 生大怨海以 身心清淨 得不始通明 好 不始通明呢 好不再看 繼續看 得勢明以 不離此處 出生一切 出生一切 如來法生 充滿十方 然後聚足一切佛 這邊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 前面修那十法 你可以獲得這樣的利益 不管是自身 還有再去 推勝 還可以自利跟他利 這樣子的菩薩道 同時呢 也在積極的進一步 勸比丘們呢 要修普賢行 這樣子 那這個 六千比丘呢 他知道了 他也了解了 因為他剛出家嘛 那他的喜氣也不重 所以他很容易就可以 回小向大 那他就從這個地方 能夠發大 發到大怨 得不始 為什麼得不始呢 就是說 他不會 不是說不始 而是說 就是說 他不會 去入這樣子的 那個 二聖不是要去入這個涅槃嗎 所以他沒有這樣子的 那是因為 他有大悲 離這個夜 也離開了這樣子的 不善夜的細福 然後也無休息 不斷的在 精進在這個 這個 大聖道 一聖 一聖法這邊 那 也不離此處 此處就是說 不動此因果固 因呢 就是 不動此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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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少 或者是說 不會 滅掉 不會 因為沒有 這個 這個因 這個因就是指 前面修的這十個因 了解 不動此因 不會移動 不會受到這個 上面那個十法的因 不會受到任何的一個牽動變動 唯因 不動此因果而能成果固 而能有果 那 佛生能遍滿十方 也因為這十法 而能夠佛生遍滿十方 那 生一切如來法生充滿十方 具足一切佛法 這邊就已經是果德了 得到這樣子的果德 了解 也是因為從這十法裡面 可以獲得這樣子的 因為 因為他們在世的發大願 那你發大願 等於是說 入於無量的世間 再去行這個菩薩道 不會有那種 那個 身文二聖的那種 那個 分段生死的這樣子的 的 的 情況出現 他可以回小向大 好 再來 這邊就說到說 二聖回心 就是因為他們剛出家 所以他很容易回小向大 二聖回心 回心 這邊有三門 就是說 回之有無 還有回心的身位 身 還有位 還有得到這個佛果 這樣子 這邊是 這裡是 文書菩薩 再一次的勸 六千比丘 你修這十法 所可以獲得的 這個利益 還有 再鼓勵 比丘們再去修普賢行 發這樣子的大怨 得到這樣子 你 因為你發到這個怨 你就不會有 想要去 去 入虐盤 或者是 這樣子的 發洩 的怨力出現 反而是發大怨 然後 以大悲為因 然後 就可以 離開這樣子的 不善業這樣子的戲服 好 這邊是 針對這個 前面修這十法的一個 所獲得的利益 還有 文書 他自身所 自分所 所展現出來 這樣子的利益 來 吸引六千比丘 如何去修大聖法 如何再發心 然後吸引他們 如何獲得這樣子的佛果 從這裡面 就 就給很清楚說 在扇財裡面 第一個是 射比丘 有六千比丘 好 就是這樣子 這十法 那麼 我們同學先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再來 看下面的部分 剛才 我們剛才先結束了 那個 射比丘會 那 剛才 有 同學可能是說 前面的部分 關於 二聖他們 如龍芒的這個部分 可能 有些同學還不是很 很了解 那等一下 花一點點時間 再跟同學再 講一下 因為前面的那個 有十種批譽 批譽那個 三文二聖他們 不懂 為什麼會不清楚 這樣子 那有十種的批譽 這個地方就會 在解釋上面 從經文裡面 會十種批譽裡面 會不太容易清楚 它會用對比的方式 用對比的方式 來呈現出 為什麼二聖會不能夠了解 那麼我用一點點的時間 在跟其他的同學 這樣在 可能我之前沒有很清楚的 說清楚 那 這個部分是在 第 我們可以看 是在課文的 1765 或者是 不是說錯 1794這邊開始 1794 有十種批譽啦 有十種批譽在解釋說 二聖呢 是什麼原因 這樣子的批譽方式 以為 以為 以為看了會覺得說 為什麼會扯到 為什麼會 會提到這個部分 好 那十個批譽呢 我們可以看說 第一個 譬如惡鬼螺行 他就會提說 鬼是對橫河欲 二聖因為他有所知障 二聖因為有所知障 所以 沒有辦法見到殊聖處 他就用鬼的這種 譬喻來 來解釋 為什麼二聖的情形 是這樣 第一個 這個時候會 舉 舉 舉 略選聖 這邊 略就是指 佛 就是 舉這個十大 十大弟子 指十大弟子 就是有 設立佛 目見蓮 還有 魔後加色 虛菩提 這十大弟子 為例 來說明 舉 略 顯聖 聖 聖就是這種 去入一聖法 還有 佛跟菩薩這樣的境界 來顯現 這個十大弟子的 略的部分 那 略呢 有四 有三種 就是 不見人 不見法界佛果 我們來看 耶穌在這裡 如果同學要看 看經文的話 或者是看 這個 PPT這個 圖片的話 都可以 那第一個是因為 他不見 不見人 這個人是指 法界佛果 也不見法界菩薩 第二個 他不見這個淨 什麼淨呢 就是 殊聖的一聖 一聖 禁 他是因為眼未開 自念三聖 國 他是 他只 執著 只 專注於 他要正入三聖的入涅盤 自念三聖 國 但是現在我們要獻的是 一聖 殊的禁 好 所以他 不見這個佛果 不見菩薩 也不見這樣子的 殊聖的禁 第三個 不見所由 就是 因由是什麼 雖然說 三聖 他也有修到 那個 蘇聖 他也有善根 也有修到 可是他是修行別義善根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跟大聖 原教的善根 是不一樣的 這種善根 他也是有 有修這樣子的 所以他也能夠入到這個法延的這個法會 他能夠在這個會上也能夠出現 只是 只是因為他不能見 不能見佛果境界 也不能見到這個佛菩薩 他有 他能夠出席 烈席 可是他不能夠了解 好 那我之前就 之前就問同學說 所以二聖 二聖身文 二聖善根如何呢 為什麼能夠跟菩薩同會 他是有 也有修 入會的這樣子的 因緣 這樣的機緣 所以他能夠在這個會上出現 跟菩薩同會 好 再來就是 有十個譬喻 在經文裡面有提到 這十個譬喻 就是要顯示 二聖身文的所知障 以及那個 俠心跟略心的這個譬喻 來解釋 首先第一個是鬼對橫河 鬼是因為有所知障 所以他不能聽 不能見 不能聞 那橫河呢 橫河在印度裡面是很神聖的 一條河 對於印度 印度的百姓來說 他們對於這條河其實是很殊勝的 很神聖的 他們不管是從出生 到生病或者是生老病死 都離不開這條橫河 對他們來說是很 非常關係很緊密的 那是從鬼 相對於橫河 這樣子來說明 這是二聖 這個是殊的 然後第二個呢 絕對夢境 絕就是說 絕物對於絕者來說 絕物的來說 絕物的來說 這是一聖的 那夢境欲呢 就是闢於二聖者 他是守略拐聖 守住這樣子的 他的這個 入虐盤的這個境界 但是對於 對於在去入這個 書聖的這個法 懷言的這個法 他就有點 背離了 他是要入 入虐盤 不受厚有 是這樣子 然後呢 魚對雪山欲 就是屬於凡魚的 那雪山是譬喻佛 雪山是譬喻佛的高 廣 清 清淨 這樣子 那魚呢 是二寸人的狭心 然後沒有悲 所以也無法 無法了解 這樣子的 書聖的 一聖的境 咒呢 咒見浮藏欲 這是譬喻說 二寸沒有敬慧 也沒有 敬眼慧 也能夠去入 這樣子 這樣子的這個 華言的這個 法義裡面 好 第五個 盲人 盲人 跟寶舟 來譬喻 盲人 他也沒有 就不能見嘛 很清楚 寶舟呢 是指這個 很殊聖的 很 佛的 這是寶 寶地 佛的這樣子的 殊聖的寶地境界 二聖也因為沒有 這樣子的 敬慧眼 所以也沒有辦法 去了解 第六個 圖眼隱身欲 眼睛呢 是被 被蒙住了 就是那個眼翼 那個叫做 眼睛被那個 所遮障住了 所以他也沒有辦法 見到這樣子 文字 或者是 見到這個 佛跟菩薩 這樣子的 人跟法 就是 比二称 沒有 身至故 所以也沒有辦法 見文 沒有辦法得見 同樣的 這個也是他的定境 這是譬喻 片處定境欲 二称呢 沒有 身的 這個定 他們就是 只有這個 四禪八定 對於 這種 三昧定 佛的這種 獅子奮訓三昧 這種三昧的定 相比起來 還不是 那麼的深厚 片處 這個是屬於 片處定就是 四禪定的 色無邊處定的 這個定 無色界的 這個定 然後呢 再來 一身至見欲 也就是 沒有 二聖沒有 身的行 不行這樣子 聖身的這種 菩薩行 菩薩道 好 那一身 就是說 把自己 只 放在一個 入虐盤 入於三聖 這個 入於虐盤 就是把這個身 做為一個 最後的一個 這個 那個 這個 入於虐盤 那就不會再 在這個 三界裡面 再去受身了 也不會再這個 回入大聖 回小向大 或者是說 趁運再來這樣子的 情況 沒有 不會有這樣的情形 所以是 二聖他沒有身行故 還有再來 二天隨人欲 比喻說 二聖沒有 系 沒有身至 沒有 那個 佛至這樣子 所以他 有沒有辦法知道 有沒有辦法見到 這樣子的 前面說說的 佛的這樣境界 還有 那個身的這個定 然後滅定無見 就是滅淨定 這個是屬於 滅定無見欲 入了這個滅淨定 三聖生我滅 入了這個滅淨定之後 住位 襲求 住於這個 那個 那個 軟頂位 他們的那個 最後那個位 然後襲 襲滅 襲滅子求入虐盤 所以也沒有 也無法去 去見到 襲 住襲 住位 住於這個 頂位 襲呢 襲滅 子襲 只求這個子襲而已 所以 沒有 無法去入 這樣子的 殊勝的 這個 佛的境界 跟菩薩 也沒有辦法見到 佛跟菩薩 這樣子的 人跟法 還有這樣子的 定境 好 這邊就是 用十個譬喻 來說明 三文二聖 為什麼 不能見 然後 不 不見人 不見境 也不見所遊 這樣子的因素 那這邊就 這邊就看 好 所以呢 眼不能見 然後耳不能聞 雖然你有證 但是他證的是 三聖的果位 入真入的是三聖的果位 沒有辦法去入 這樣子殊勝的 這個 佛的果位 不在這個 接位上面 筆不能 只從筆量來看 也沒有辦法去了解 查呢 覺察 也不能 也不能覺知到 律 你的 思律上面 也沒有辦法去 去 思維的到 不是這樣子 可以去入的 然後也 因為沒有這樣子的字 佛字啦 這樣子的 厚德字這樣佛字 也無法起這樣子的 殊勝的關係 還有在意念上面 也 沒有辦法去思考 去思考這樣子 這個法 就是所謂的這樣子 那個 我們常講那個 無量的這樣 無窮盡的這樣子的法 從一法 可以去入到 無量的這樣子的法 從意念上 也沒有辦法 就做思慮 那是因為 在智上面 智慧上面來看 是 比較淺 但是 佛的智是深的 菩薩智 佛的智是深的 因為 三文二聖的智淺 那 佛的靜 佛的靜 佛的靜是深的 深奧深廣的 所以 二聖深文不能夠知道 無法 非下位不能 不是下位能夠知道的 好 那不修陰 故不見靜 因為 二聖深文 他沒有修 這樣子的因緣 沒有修這樣子 這個 就是上面講的 這樣子的因緣 好 不修陰 故不見這個靜 所以 他 三聖 三聖者 他獲得這個 三聖的這個果的時候 絕分 絕就是 他就離開這樣子 的 就是 你 沒有這樣子的 的機緣 這樣子的機會 所以沒有辦法見 他得小果 得小果 果實絕分 就 沒有你這樣子的分際 沒有你這樣子的 機會 好 所以不見 因為小果 因不能修行 果位 就沒有分 沒有這樣子的分 然後 也無自聖得 好 第二個是沒有利他得 沒有自聖得 就是 沒有生定 這樣子的慧眼 敬眼 也沒有無所得 沒有這樣子 殊聖的 平等法 我們講 歡迎講的這個是 佛的平等法 無量的這個法 無所得法 也沒有大悲的這樣子的功德 還有 沒有 世處治 這個 四處治 雖然說是 法上沒有曾解釋這個地方 但是我 我們可以理解 有沒有可能是指 我們所謂的七處八會呢 這樣子的處 因為每一處裡面的 這個 所具有的治 是不一樣的 這也沒有在 也不是 聖文二聖 所能夠 知道的 以及他們所處的 這樣子 跟 菩薩所處的 比如說 他在 我們來看 這個 這個 處 這邊 我們有提到這個 看得到嗎 會不會太小 好 處治 因為 我們有這個 這個處 這是地點 好 那我們的 入法戒品是屬於四多靈會 前面是七會 還有其他的處所不一樣 那他們所實踐的法門也不一樣 像這個是等廟絕位的 還有實地位 好 還有實回向 我們是從 這邊開始 實性會是沒有入位的 好 實住 實行實回向實地等絕妙絕 那這邊的處所不一樣 所以他們 這邊所修行的內容 也會不一樣 那這個地方呢 對於聖文二聖 就沒有 沒有在寒冠在這裡面了 他們所修的是那種苦極滅道 八正道 這是二聖聖文修的這種苦極滅道 發生道 那再細緻再去分的話 有分 苦極滅道四帝十六形象 還有他們所獲得的國位 一種 暖位頂位 忍位 四帝一法 有四個法 這個是聖文四個國位 暖頂忍四帝一法 四個國位是聖文的 所以這個地方 就沒有 不會跟我們現在講的這些七處八會 所修的這個法的內容 就會有 不一樣 所以這個地方就所謂的 無視處置 有沒有可能是這樣子 然後也沒有大智眼 大智 大智慧的這個 敬眼跟慧眼 第二個是呢 沒有利他得 因為他要出三界嘛 可是 聖文二聖 他們是出三界 對我們來 反覆來說也是很不容易了啦 對於我們這種 反覆來說也是很不容易了 但是他也只是 就是 住於權 這些都是權 這個相對於 我們從 華言的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那個只是一個權法而已 只是為了來 一個方便 一個權法方便 來 來接引他們 這樣子的說 是權 權巧方便的 不是屬於死法 不是屬於死法 就這個聖文三聖來說 住權拐時故 沒有這樣子的法 沒有這樣子 殊勝了這樣子的法 無比法 沒有這樣子殊勝了這樣子的法 那也就會有四種 一種 叫做 過失法 一種缺失啦 不要說過 一種不足的地方 一種不太足夠 所以總沒有 沒有這樣子 就是 不見 沒有辦法知道這個 佛的這樣子的法 還有境界 好 所以總無 缺 出出不離戏 但出分段喔 就是 你看喔 就是 身文他只出分段生死 然後要出三戒 分段生死 他不 我們分段就是 我們現在 生命是一段一段 這一生一段 下一生又一段 再下一生就一段 就是這樣輪迴 不斷的再輪迴 一段一段的再輪迴 好 出一出 出不離戏 也就是說 雖然是說 身為二聖是在這個 這個生死上面 是屬於出的 可是呢 他們 可是對於這樣子 殊聖的法 仍然是 具有的 可是只是他們 機緣沒到 無法去同時 同時併有 出跟戏其實是相對性的來看 有出其實相對於戏而說有出 這樣子 那 因為他們是出 那個 分段生死 出三戒 然後呢 得全法 不得十法 得的是全法 就是所謂的 四弟啦 這些是全 而不是得到這樣子的 殊聖的法 所謂的一聖的這個大法 那至於疾滅 入涅槃疾滅 而失去這樣子的 大悲心啊 還有自調 自我的自立 沒有去救 救濟他物 的一個這個 怨心啊 然後離過 離過不近 離開這樣子的過 過患好了 就是說 這樣子的染法 或者是也 還沒有達到這樣子的 我們這樣殊聖的 無窮盡的這樣子的法 那所得的法 也不會 也不太深 也沒有大悲心 也缺乏這樣子的 第四個呢 沒有四色型 就是 慈悲喜捨 這四色 慈悲喜捨 那這樣子就來顯示說 這個一聖的法 是高 廣 就 身為二聖來說 就 對他們來說是 比較困難的 沒有辦法去聽聞到 好 那就比如說 他就比如說 就好像是那個 一個晴朗的天空 打的這個雷聲 發的這個雷聲 椅子等類不能聽聞 就是那種小小的那種 昆蟲類 他無法去聽聞到 也不能聞見 是這樣子 他在譬喻這樣子的法 就算是 身為二聖也沒有辦法 真的去 清楚了解 或者是 接受 或者是 再進了去入 這樣子 所以這邊就 用十個法 還有再來 總結來說 主要的原因是 因為這樣子 至於極滅 而失去大悲 所以沒有辦法 所以沒有辦法 這樣很 了解這樣子的 殊聖 所以呢 雖然跟如來 對面而坐 好 跟佛對面而坐 不能覺知 佛的神變自在 那就是因為上面 這些因素 所以他雖然做 可是他不能 也不能知道 沒有辦法覺知 那受到這些種種的因素 影響 所以無法去入 這樣佛的這樣子的境界 當然是都在座啦 可是 無法很清楚的了解 這個是 在這邊 仔細的去分析書說 二聖身文 為什麼沒有辦法 去入的一個原因 他總結他們 所不足的地方 那重要是因為他們 他們 我們會知道 聖文二聖的法 主要是在苦極滅到 這四地 或者是八正道的 這個地方 還有他們是要入 入於虐盤的這個地方 這個就跟我們 這個殊聖的華言 這個法 法界的這個大法 就會比較 不能夠相應到 這個重點主要是在這一邊 雖然說他們也是有修 相當的善根 而能夠出洗在這樣的法會裡面 但是確實是無法受益的 好 這個是對於 這個 聲文二聖的一個 在解釋 好 那 剛才我們講完那個 色比丘會 我們再回來 剛剛那個色比丘會的地方 我們現在第二個要講那個 色龍王會 色龍王會是比較短 好 這邊就是 比丘會我們到這邊結束 現在色龍王會 好 好 龍王會在這邊下面 這邊結束 好 在這裡 好 龍王會 課文 我們的課文是在1831頁的前面第四行 這邊開始是色龍王會 就是三會當中的第二會 比丘會結束了 現在講第二會 就是色龍王會 它這邊有分四個大段 四個重要的 四個重點 首先是叫做節前起後 這邊 我們的這個經文裡面 大部分都會有節前起後 結束前面的 然後我們要前接後面的 那節前是什麼呢 節前是說 我們剛剛提到 文書菩薩的建立諸比丘的菩提心 剛剛有提到 他已經把他們信心建立起來了 而且 六千比丘也都發了大願 願意去入這樣子 這樣子的法 所獲得的利益 就是 剛剛我們提到的 那十個法 不管是 菩薩地乃至於佛地 你修這十個法 是都可以去入的 那文書菩薩 就用這樣子的 十個法裡面 來建立 比丘的菩提心 以及 跟他隨行的眷屬 還記得嗎 他隨行的眷屬 就是有 夜天 十個夜天 八個天王 他們再來就往南了 漸漸要往南走了 往南走繼續 往南走著這個地方就是到了 絕城 絕城的東 東邊 絕城 這邊譬語絕呢 這個城叫做絕城 絕就是指說 絕者之城 絕物的 以絕物的成 那絕物呢 是指本絕 本絕喔 是指本絕 來 那本絕跟始絕呢 很清楚的 這個是在大乘喜信論有提到 所謂的本絕就是說 我本來就有的 本來就有具足這個絕性 那什麼是死絕呢 死絕就是說 我已經有了這個絕性 不表示你已經圓滿了 可是我始絕 我開始要走入這個修行 開始起始起點 我有本絕在這邊 可是我覺悟到了 我要開始 不是本絕 就等於是成佛這樣子 從喜信論的角度來看 開始要去實踐了 始絕 開始要去實踐這樣子的始絕 這個始絕跟本絕 就是不太一樣 在這個地方 那所以這邊 本絕就是絕城的絕 這邊是指本絕喔 那絕什麼呢 對於生死能夠覺察到 那這個成呢 成的意思呢 可以防敵 可以防那個外難 那個被攻擊這樣子 那你有內德 你內在具有的 能夠守德 這個成除了能夠防外 然後又可以守內 內守德 好 那這個成是在南天竹 天竹的南天竹 南印度的這個地方的東邊 絕城東 那這邊有解釋喔 東是始絕 我之前我們有講那個 前面有講那個 本會有十門嘛 然後有十方 十方的一些 福沙大眾都出現嘛 他會第一個先介紹東方 因為東方是一切開始的點 所以會從東方開始 從東方就可以射到十方 我們前面前面那個十方裡提到東 那東是開始 開始覺悟 開始起就是要開始動了 啟動的這個這個一個點 開明的開始 開始起點 發覺之初喔 中未之覺 中未之覺 就是 不管是說 我從 初到 結束 從始到終 同樣都是這樣子的覺性 不離開這樣子的覺 因為始覺裡面在一步一步的在 進行 好 了解 就是 我們舉實地來說 從初地 二地 三地 到實地 或者是說 我們前面講的 那個 實性 實住 實行 實回向 這些 有起始 有終了 好 這些都 不離開這樣子 始覺的一個 一個進行的一個實踐 決心無初 那 這邊就是說 就在指說 決心是指這個本決 是沒有初末之分喔 決心沒有初跟末之分 從本以來是騙造法界的 本來就是騙一切的 好 然後再來大塔廟 這邊就 來 文書菩薩不是從這個 見由南方嗎 好 到了 經過這個大塔廟 這個大塔廟 古石肉就有了 好 但是它是譬如說 史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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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本決 喜新論所說的 那 入於這個大塔廟呢 就是 歸宗的處所 我 入了這個 這個 本決的這個 這個 這個處所來了 我入於這樣子的 法界 這樣子殊勝的法 來了 所以是從大塔廟 就是我進入這邊了 我已經去入 已經進入了 這樣子的大塔廟 就是進入 歸宗的處所 好 一個根源的處所了 那余教中呢 余教 是指說 不是原教之外的 都稱呼為余教 那余教呢 是脫處表法 脫處呢 就是說 就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來再看一下 這個 這個處 有看到嗎 在這邊 夜魔天公 鬥帥天公 或者是刀立天公 或者是 普光法堂 這邊 因為這個處 講的這個是 實性法 刀立天公 講的實柱法 那夜魔天公呢 實性法 鬥帥天公 實回相 他畫自在天 實地 好 一處 顯這個法 怎麼說呢 所托之處 即是 即是所表之法 對余教中 脫 脫處表法 非處即 不是處 就等於是法 但是他這邊 提出說 在這個原教當中 這個原教 所說的 所托之處 即是所表之法 你有這個名 就表示這個意 名跟意 是相等的 當我說 當我們說 當我們說 法界法 法界大法 或者是說 一己一切 這樣子的法 就是 他這樣的名義上 名義上來稱 名義這樣子的稱呼 就表示 有這樣子的 是 是意 那這個 是意 所以在我們 我們有講法界觀裡面的 事事無礙 就是 每一個事法 有名 那又有相應的這個法 或者是相應的這個事項 這些名跟義 是一起的 是相集在一起的 沒有差別的 沒有 沒有區分開來的 那其他的 只是因為 脫處表法 由於處 來說這個法 由這個處 而來說這個法 依於這個處 而限處這個法 會受到這樣的處 處所的限定 不是處疾法 非處疾法 不是處疾法 但是到了這個地方 他來講的是 始絕或本絕 這樣子的法的時候 他說 名義即是意 這個是原教所說的 當我在說這個處的時候 也就是這個法 當我在說 這個殊聖法的時候 他就呈現出這樣子的處 這個處所 所以名義跟 名義跟是意 是相及 是相等於的 好 這樣子來說 第三個呢 是那個 所說的經 那 文殊菩薩 在於此處 就是這個 擅住樓閣 這個地方 說的是 普照一切法界修多羅 有百萬億修多羅 以為眷屬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 一部經 或者是只有一個法 好 就我們在 紫規裡面有提到有 那個 我們之前也有提到說 華言的法 華言經有六種本 橫本 上本 中本 下本 略本 好 這些的法 那 我們在紫規裡面有提到 十種 十種法 眷屬經 同伴經 還有 異類的異 這樣的經 都不一樣 那 這個只是 我們有 有區分出來這十種 或者是說 有六種 這個是一種 方便的把它區分出來 其實實際上是有百萬億修多羅 修多羅 是梵文的翻譯 這是經的意思 以為眷屬 有很多 普照一切法界修多羅 是無量無邊的 無盡的法 好 那 所說的經 從所全力 你有所 所要詮釋的這個來說 自用呢 從自 從這個自 自體來看的話 字 還有我們所 名稱定義 從名稱定義來 定義這個經的名稱 但是呢 用字來說明這個 這個 廣大 這樣無盡的 這樣子的法 才是普照的 所以呢 所造深廣 稱為法界 即是入法界之經 那法界之經 就是具足了主跟辦 這個是最大特色 有主一定會有辦 好 一跟一切 不是 是不分開的 一不離開一切喔 一切裡面就含有一 那一跟一切的關係是 不擠不離 同時 同時是存在的 好 所以 這邊要提到說 所說的經 是 無量無邊的 是騙照法界的經 法界經 是入法界經 主辦 主辦都具足的 好 再來是 獲益 獲益就是說 這邊的龍王 無量千億龍王與眷屬 那龍王有很多 文齒法 因為文的這個法 他也驗離 這個龍的身 舍離龍身 身天 天人中 就轉身 就 為天人 然後同樣的 得到 也發了阿妮多羅三秒三菩提 得不退轉 這個是在 第二會的龍王會裡面 無量的龍王也因為 獲得這樣的殊勝 而願意捨去這個龍身 那進一步在 發菩提心 得不退轉 那這邊就是說 出捨二身 出就是指龍王 一開始也是捨掉他這個龍身 後 兼勝心 很堅固的 要發這樣子 去入這樣子的 菩提心 一勝的心 這個跟前面比丘 跟前面比丘會 一同錢比丘 助不退轉 因為前面的六千比丘 是受到 也是受到文書菩薩的一個 啟發 然後看到文書菩薩的一個 這個 身相威夷 而啟發他們這個信心 再發菩提心 再發這個願 也勸他們去修 普賢行 助普賢行 這樣子 那同樣的龍王在這個地方 也受到這樣子的感動 也受到這樣的感化 他也得不退轉 然後呢 也願意行普賢的菩提心慰 這樣子 這邊是從龍王 龍王會的 的角度這樣子來看 好 再來是 進入的這個色 善才會 善才會 這邊有石門 好 石門裡面呢 這邊是 復求差別 就是說 去求 跟善知識求法不一樣 各個不一樣善知識 那修入眾 也不一樣 他們所修到 以及所跟隨的這些 也不一樣 方位 處所 這些都不一樣 那 教問 就是 那個 善才去問他們的法 還有他們 請問他們的這個法 也不一樣 好 那 有一些呢 大部分 五十三餐裡面 大部分都會 千里 推勝 就會再推薦他 再去參訪 下一位善知識 那 有的 沒有 就是在 另外有一位善知識 是 騙有 騙有童子 善知識 當善才去參訪 他的時候 他 沒有跟他講什麼 沒有講法 他就直接 直接推薦善才說 你再去參訪下一個善知識 這樣子 那 下一個 已經是到了 弥勒菩薩的 這個地方 好 所以這邊有 推跟不推 有推薦 也有沒有的 好 那再來有 結跟不結 結圈 不結圈 這樣 去跟不去 這樣子的差別 最後面才實際進入到 世文的部分 那麼 這邊呢 先大概 先 我先大概先這樣講 那細部呢 就在我們課文裡面 再來看 好 那麼 我現在是在把細節補給同學 我昨天的天腦出問題 我做的 沒有存進來 上禮拜的 好 好 那我們先從 課文裡面來看 我下一次再補過來 因為這個電腦有點問題 我昨天 前天弄的都沒進來 好 那不然 我等一下找一下 同學我們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我來找一下 好 好 我們剩最後一節 講一下 我們課本裡面 1780頁有出現一位虛達長者 那可以 我們花一點點時間來介紹這位虛達長者 他其實有一小段 來介紹 也是蠻有趣的 那 虛達長者 他是 我們先來看 有沒有看到找到 找到課本了嗎 1780頁 他就說 如此 起數幾孤獨圓 經文 1780頁 1780頁的經文裡面有出現 我們先看經文 我其實是要跟各位介紹虛達長者 幾孤獨圓見嚴盡佛叉 一切法界虛空界 一切世界所見嚴盡 異復如是 這邊就講 起數幾孤獨圓 跟我們現在講 這個此環林 這個還有這個 入世多靈慧 這個入法界平 這個的 不太一樣 關係是在哪裡呢 那 那 在這個 別異砸阿含經裡面 就有介紹 這位長者 這位長者 也 對於這個佛法生 也是很恭敬的 我們就來 講一段小小他的這個過去 他的這個故事 來讓同學了解一下 這個就是 虛達長者 他過去 他是怎麼樣子跟佛陀結上 這個關係呢 首先呢 就是 看這個 來 我們先看這個 第186經 這個 那個 別異砸阿含經 有出現這位長者 這位長者 他本來是在 那個 王色城 看得到嗎 會不會很小 這個是在 別異砸阿含經的186經 他就 一時佛在色衛城 然後虛達長者 有很少因緣嘛 因為他大部分都是在 王色城那一邊 那佛陀就是會到處去 去脫波去講法嘛 那虛達長者他就 很少有因緣出到城啦 但是有一天呢 他就 他就 從色衛國 一直到王色城 到了一個叫做 戶迷長者家 戶迷長者 這位長者家中 然後看到他的家中裡面 為什麼這麼熱鬧 半夜裡面燈火通明 他也不睡覺 不睡覺 然後就在 砍柴燒火 準備 準備 板斗阿 準備就是 準備宴客啦 就是 燈火通明 而且 佈置的這個 床座 安置床座 還有 一些床 這個 很 就是 準備得非常豐盛 那這個虛達長者 看見這個事情呢 他就在想說 這個長者很奇怪 是要結婚嗎 是他們家有喜事嗎 為什麼會這麼熱鬧呢 又 又很熱鬧 要在 辦宴會這樣子 然後呢 還是要請這個婆羅門呢 婆羅門長者啊 還是當時的一些大臣啊 那些們這樣子 然後他就在想 還是要請國王 還有一些什麼的 婚宴啊 婚宴會啊 這樣子 那即使 即使有這樣子的 宴會婚宴 也不應該是這個長者 親自去下廚啊 他就在想啊 長者不應公生嘛 兒子 等等等等 應該不用這麼辛苦的 親自下去煮啊 那這個虛達長者就想說 一定是有很特殊的人物 這個長者才會這麼親身下去 去做 可是虛達長他就很好奇 可是到底是誰呢 他就很好奇 不知道是誰 他就去問 問說是什麼回事啊 然後這個時候這個戶迷長者就說 我不是為了辦婚宴 不是為了請客 也不是為了請婆羅門啊 大臣啊 這些的 都不是 因為他說他明天 明天他要供養 供生 他要在他家裡面供生 這樣子 所以他半夜就在準備了 晚上就在一直在準備 在家裡面準備 然後呢 虛達長者他就 他就問說 佛 因為虛達長者他可是 很有錢的商人 但是他可能沒有學佛 所以他不曉得什麼叫佛 他不懂 他就問虛迷 他就問這個虛迷長者 什麼叫做佛呢 就問他 然後虛迷長者就回答他說 世種出家 然後剔圖虛法 成無上道 就稱為佛 那個虛迷長者這樣回答他 然後呢 佛迷長者問他說 那什麼叫做生呢 佛迷長者又回答他說 若差地利 就是那時候的四性階級 佛羅門的四性階級 若差地利 守陀羅 廢射 佛羅門 這些四性 剔除虛法 就是 就是 佛法 剔法 族佛出家 隨佛出家 陀羅門總 居士總 等等守陀羅 要相信這個信家非家 這個世俗的家 不是真正的家 隨佛出家就是生 所以呢 霍迷長者說 我於今者請佛即生 我今天要請的是佛跟生 跟生眾 那虛達長者就問說 那今天如來來的話 我可不可以見他呢 我今天要請的是佛跟生 那霍迷長者就說 如來就在這個 迦蘭陀林裡面 在那邊小住啦 那佛隔天天亮就會來這邊 我會供養他 那這個虛達長者就很開心 很高興 很高興 就很想去見佛陀 因為他不曉得沒見過 那也不太睡著 大概當天晚上就失眠了 變小睡眠 然後天剛剛亮 還不是很亮的時候 他就出門了 但是那個城門呢 其實他出了這個 王色城的城門 其實這個城門是 是不關的啦 24小時的石頭是開著的 所以他就出城門了 出了城門 到了這個 要見佛的這個 佛住的這個地方 就是迦蘭陀林這個地方 他就來到這邊 可是呢 要來見佛 但是 之前可能附迷長者 有跟他說 你要多念佛啦 你就是要念佛 這樣 因為他有念佛 所以他到了那個城下面 有光明片照 來照到他 一直照到城外面 這樣子 那 那 因為他念佛這樣子 好 之後他就進去 進去那個城裡拜 那個光就不見了 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時候呢 這個天神 放光 他也放光 放光照這個紫環金色 天神就 就跟虛打長者說 你就往前直走 也不用再 也不用再那個 回頭就往前走就對了 那就跟他說 為什麼呢 這個天神 就在讚嘆這個虛打長者 他就讚嘆他說 假使有百匹的馬 一百匹的馬 滿載黃金珍寶 還有百金人 用來布施 斬轉施 片蠻岩浮體等等 這些功德 以用為一分 不如有一分的話 不如有一個人 發心朝向佛這個地方去 行一步 十六分鐘之一的話 有這樣子 殊勝的 好處 假使雪山中 所有大立象等等 奇數滿百等等 這些 金寶莊嚴嬌嬌 其身數大 這些他都會讚嘆他 就算你這些大象 然後滿載珍寶 用來布施 不如向佛所 不如去向佛所 來 不如以此用布施 不如向佛所 十步之功德 十六分鐘之 十一這樣子 他就讚嘆他說 你有這麼多的金銀財寶 你不如去向佛陀去 頂禮問法 天神是這樣子讚嘆 這個虛達長者 的一個這樣子的發心 他跟他說 事故我勸你 你就只走 不要有優惠 有時候會 會靜靜退退的 我不要去 有很忙 我可能要比生意要去接 什麼的可能就會退了 但是這個天神 就讚嘆他 虛迷說 你這樣子的功德 比你用那些百仙金 去護持 功德還要多 還有呢 再來虛達長者 問說 那你到底是誰啊 到底是誰呢 那這個天神 就回答他說 我是以前 以前 這個叫做 清舊善見摩納等等 在設立佛的時候 然後在慕見蓮的時候 臨終的時候 他生歡喜心 因為他可能有時候 念佛念法念生啊 念戒念天啊 念詩這些的 有六念嘛 然後命中就升天了 然後他成為北方天王 彼莎門子 成為北方的這個天王 好 那說他 我於如來地之所 也是發心隨喜啊 有這個福報 更何況 我念佛來頂禮佛這樣子 那呢 虛達長者他就心裡面就想說 哦 那這樣子天神 讓他這樣子讚嘆我 那可見這個 這個去比 必知比人功德殊勝 就必知知道 哇這個人 可能是佛陀 功德殊勝 能夠遇見他 那這時候呢 他就遇到佛陀了 佛陀是在驚醒 一大早天亮 他就開始驚醒嘛 用功啊這樣子 那那個 虛達長者呢 就在佛的地方 見到初見哦 第一次見到 不知道禮靜 他就直接就坐下去了 坐下去 他就沒有這樣的習慣 他就坐下去 那這個天神化作婆羅門 來到佛所 他就示範一次 給這個虛達長者看 你到佛所 你要繞佛山楂 頂禮恭敬 然後再坐下去 然後就坐 好 那虛達長者看到了 就 他就起來 效仿這個 佛羅門 天神化作 佛羅門 就效仿他 也是 繞山楂 然後禮靜 而坐 問訓 好 然後就接著問說 欸 問佛陀 你身體好嗎 安樂嗎 怎麼樣 這樣子 那世尊呢 那世尊呢 就回答他說 一切是安樂 佛羅門 涅槃 無為欲所污 無為解脫於諸有 於諸有中解脫 心斷諸欲求 心除熱鬧 這些都沒有 心清淨 極滅安允 所以 我很安樂 我心很清淨 很平穩 很安樂 這樣子 好 再來呢 那個 那個 佛陀就 就帶領這個 虛大長者 進入他的房中 然後坐下來 那 虛大長者 同樣也在禮佛 而坐一面 那佛陀就為他講法了 跟他說 你要六念 這邊有 詩論 戒論 升天 欲為不盡等 是作為你 離開這個 遠離這樣子的 苦 而得到樂的 這樣子的法門 就是六念 那個時候佛陀就是很主張 做六念法 好 那 佛陀知道 虛大長者 心意端正 他也是很有 很有佛緣 很有三感 他就很 很歡喜 很勇耀 那佛陀在 進而在跟他說 四真 四勝地 苦極滅道 好 四真地 一坐上見四勝地 那個時候 這個 這個虛大長者 他就很快 他就 他就正悟了 佛陀時代的 他的弟子 或者是那些外道 很快 善根很深厚 很快就可以 一聽法 就悟到了 那 這個虛大長者 他也一樣 他也就悟了 見法悟法 斷八十億之節 然後得虛陀環 馬上得虛陀環 從 即從做起 整衣服 禮佛族 等等 還有就是說 就跟 世尊說 跟佛陀說 我名字叫做 虛達多 然後我以布施 貧法之故 我因為就是 舊祭布施 所以大家稱我為 極孤獨士 極孤獨 好 然後佛陀問他說 那你是哪一國人 你是哪一個種族啊 那 虛達長者回答說 我出身色衛國 那 希望呢 佛陀到 色衛國來 我會 終身 施供養你 他會 會 布施給佛陀 然後呢 佛陀就問 虛達長者 你們這個國 這個城 這個國 因為以前印度不是像 不是什麼 什麼國 他就是一個城就是一個國 色衛國 還有 那個 那個 不一樣 都是一個小國 他就問他說 佛陀問虛達長者說 那你們這個國 有沒有 生團 或者是有沒有 生眾住的地方 這樣子 那虛達長者就回答佛陀說 如果 世尊但枉於比 他說如果佛陀你願意來的話 我會造 我會蓋房子 還有給 比丘來住 這樣子 那佛陀就答應他說 好 那我會去的 是這個原因 所以呢 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會提到說 為什麼虛達長者所造 以粗不易細 這邊 我們等一下再說 然後再下來繼續看 他就蓋了 在色衛城就蓋了那個身房 給佛陀跟他的身眾一起住 這個時候呢 進行到 這個虛達長者年紀也大了 年紀大了嘛 那佛陀也確實 到了色衛國 這個極孤獨園 他給佛陀這個修行的一個促所 然後呢 虛達長者他年紀大 也生病了 那佛陀知道他身體不好 年紀大生病了 就拿著波到虛達長者家去看他 去看他 那虛達長者看到佛陀來 他想要起身 跟佛陀頂禮 跟繞山架佛陀頂禮 佛陀跟他說 你不用不用不用 因為他身體不舒服 那甚至問他說 你所患的這個苦 可以忍耐嗎 有醫療幫你治療之後 有沒有再增加痛苦啊 有沒有 身體有沒有不舒服這樣子 問候他這樣子 然後虛達長者 就回答佛陀說 我今天犯的這個苦很難受 所受的苦 就是越來越苦 這個身體的這個色身的苦 或迫切很痛苦這樣子 就好像 有人 用繩子綁著他 一直在拖著他 然後好像是 要那個 就是讓他覺得身體很痛苦 就好像那個刀在割他 好像是那個 切他的肚子這樣子 那身體裡面呢 也是 如火在搅亂 好像火在燒一樣 肚子也痛 就好像有兩個大力士 一直在拉著他 這個疲弱的身體 這樣子 好像火在燒我 好像火在燒他 煩熱苦痛 就是這樣 非常的 燒灼很熱 煩熱苦痛 然後呢 那個佛就 就 就 安慰這個 虛達長子 你應該在佛所 生不壞性 佛法生戒 也要當這樣子 不要失去信心 對佛法生三寶 佛法生戒 忍天 這六念 好 不要 不要生這個 退失的心 要生起信心 事不壞性嘛 那修達長子說 有啊 我都有聽你的話啊 我都有修 事不壞性啊 我也都聚得 我都得到了 修達長子也很聽話 都照佛陀所說的 去做 那佛陀呢 進而跟他說 再進一步跟他說 一事不壞性 你跟他積極的在念六念 六念功德 還有 亦佛的功德哦 佛的十號 如來應供正篇之明行 主善事 世間解無上事 條育上夫 這些佛的十個名號 就是念佛 那如何念法呢 法有哪些 如來所說的聖妙法 等同慶善 現在得利即獲得正等等這些 能向善去 然後現在開示乃是智者智之 世明念法 那什麼叫念聲呢 就再鼓勵他 你要再繼續念聲 念聲的德行 將如來 就是類似如來的聖聲 如來的一個化現這樣子 德劇足 然後應病受藥啊 真正向道這樣子 所行四地 就鼓勵他要念這些佛法聲 還有得到了這些果 四果這樣子的果 還有去入 去入這樣這個阿羅漢啊 這些四果羅漢這樣劇足界定會解脫等等 這些事 我再一次的 呃 跟虛達長者提醒 就是跟他說 你不要 不要失去信心 繼續 還在你 雖然你生病了 可是 你還是要 能不能可以這樣子 再繼續的 用功這樣子 好 然後呢 虛達長者 就 也是聽佛陀說 哦 如佛所說六念之法 他也修了 因為他也知道了 他也修了 好 他就說 欸 在此 然後佛陀受請 日 佛末受請 就 那個虛達長者 也同樣請佛陀說 你就要在這邊用餐 就在這邊吃 那佛陀也接受了 好 然後呢 當然這個時候 虛達長者 也是準備了種種佳養啊 這些的 恭敬向佛 而 說 世尊出世 難可治癒 非常的難得 那也告訴我 種種的法 世教利息 好 從做而去這樣子 那 從做而去 他就 再次的 謝謝佛陀跟他說 他有遵循他所做的 去做 然後從做而去 他就往生了 是這樣子 可是 虛達長者 與佛去後 與其其夜 生壞命中嘛 他就往生了 過後 他就升天了 那升天呢 光色備場 照與子環 皆大光明 頂禮佛祖 在一面坐 仍然是用 天的這個 天 這個天神的 這樣子的身份 來 對佛陀頂禮 這樣子 那這邊就 這邊他就有 寄送 寄送來說明 我今生喜樂 性戒定慧也 好 等等這些 向來之喪行 好 並不是總性財富等等 所能獲得的 好 那 空樂儲填禁 最聖無倫匹 就是 他所獲得的這個法 不是一些財富 可以比擬的 好 那 那佛會 佛會就告這個天神 說對對對 沒錯 你所了解的都沒錯 那再一次的 也用寄送 來再重複過一遍 確實沒錯 如你所所體會到的 是這個樣子 好 那 那虛達唐者也 我虛 這個長者也 文佛陀也這樣子跟他說過一遍 他就說 他也很歡喜了 然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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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回座了 就回到天宮去了 好 那這個時候呢 世尊那個時候已經 天沒有亮嘛 就到了講堂 就那一天 有一天 福座而坐 高諸比丘 有一天 下有一個天 光射背上來 又佛索等等 來到我這邊 光輝啊 光輝照耀啊 普照此元等等 脆座裡面 而說記 就是在說明這個 就是跟著 跟著這些 佛陀跟他一起修法這些 他的弟子們 再重複一遍 他所遇到 這個天神的 這個事情 好 他就說 再講 好 那耳時呢 那個時候呢 阿曼 因為佛陀回去嘛 他就跟他的弟子們說 這樣 虛達長者 這個故事 這個 這個情形回去 那阿曼就在後面 聽到了 聞天 他也聞到 就跟佛陀說 這一定是虛達長者吧 那他得身天 天上 然後又回過來 來讚嘆 回來讚嘆 這樣子 那佛陀就說 對對對 沒錯 是虛達長者 他升天了 來到我所 那說 說了這些寄送 那同時呢 阿曼跟當時 一起聽佛說法 這些比丘們 都很歡喜奉行 這樣子 這個是虛達長者 他不施這個 奇數及孤獨緣給佛陀安住講法 那麼 這個講法 我們就回到 那我們這邊也有提到 就是我們這個1780頁的這個經文 你知道嗎 或者說 呃 我們看中間這一段經文 如此 等等 那後面的解釋是說 同線 一切法界 類通法界 好 一切喔 類通法界 一切法界 通一切法界 同此線圖 同時呈現出來 那麼呢 此處粗細 誰粗 粗是指虛達長者所造的這個 幾孤獨緣 然後 這個來說 是出 批譽為出 然後呢 如果從細來說的話 來乘舟法界 他是騙法界的 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也該於十方 禁於三季 為什麼呢 因為通不愛局 局就是有局限的 那能通 通從佛陀在佛陀時代 一直到我們這個華言這個法會 有沒有局愛 沒有 因為我們這個 華言這個法會 四多靈會 或者是指環靈會 這個地方 不離開佛陀的那個 奇數及孤獨緣 這兩個 是一體的 是一起的 不會因為 那邊是那邊 那我這邊是這邊 就是沒有分割的 不離開那邊 而有現在這個法會的這個 這個促所 所以他這邊說 以出不亦系 所以 所造極為系而周 雖然很微系 但是又可以周遍 雖然可以 雖然是初 可是不離開系 初跟系是不二不分的 就 法界如常在 零三 即暗主所限 皆實類 以及我 以及在這個 在 我們 暗主 我們所 看到的 我們所 聽文造的這個部分 都是這樣子 是沒有二分的 好 那所以我們可以 了解說 想 這個 虛達長者造的極速極孤獨 遠 跟佛陀現在這個 兩個 雖然是兩個不同 一個是過去 一個是現在 可是 這個是過去現在 是因為我們 去有對比出來 它是相對性 是對立出來的 好 可是呢 經文說 佛死成正覺 六十卷第一句 佛死成正覺 不離本作 他沒有離開菩提作啊 他所證悟到的是 是法生所顯現出來的 海應三妹 入生生海應三妹 定所呈現出來的 所以沒有不一樣的 好 再來是 我們就 區分上來說 有粗 說有粗 而有細 粗跟細是相對性的來看 好 所以呢 非粗非細 那有分別有差別 有粗有細 有佛陀時代的極速極孤獨元 也有四多靈會的這個 指環林精神 有區別 我們可以區別出來 可是這兩者是同時並存是無外的 就比如說 我們自身來看 我們小時候 跟我現在 有不一樣嗎 是不一樣也一樣 是有差也不一樣 有差是因為 以前十歲 那我現在可能五十 或六十或七十 當然不一樣 每個階段不一樣 可是 當我三十四十 我有離開我十歲的時候嗎 我有離開我小學階段嗎 沒有 我因為從小學 初中 國中 大學 一路這樣過來 這個是連系的 這個是連帶的 不會因為我現在這樣子而說 而否定過去 這個是同時一貫的 那同樣的我們也可以來解釋 這個佛陀在菩提樹下 菩提樹下覺悟 或者是說 在奇數級孤獨園 這個地點 跟我們在華言法會 這個地方 或者是在林山聖境 這些都沒有不一樣 它是相容的 只是因為 我們為了方便去區別說 這個是哪裡 這是過去 現在是現在 我們是方便去區分 來做解釋說明 而不是說 當我說圓融無礙的時候 不清不楚 很清楚 有差別 我們很清楚 有很清楚的分別 差別出來 但是彼此是一體的 是相容一起的 好 這樣子可以清楚了解 就是我們藉由 虛達長者 蓋的這個奇數級孤獨園 然後對別的了解 為什麼會相容無礙的 從史可以設中 初跟末都同時的 有初也有末 沒錯 可是初跟末是並存一起的 沒有掛礙的 沒有障礙的 這個是從這個奇數級孤獨園 跟照發言的這個地方 好 那借這機會 我們來認識一下 這個虛達長者 他跟佛陀的這個因緣 以及佛陀對他 對他講的這些 蠻有趣的這樣子的對話 以及 也可以看得到說 這佛陀十大的法就是這樣子 你就是去托波去講法 或是樹下做 然後你就修苦極滅道 世聖地 八正道 這樣子 那你就修六念 你可以升天 到了這個天神這樣子 那都沒有離開 這個佛陀在菩提樹下 這樣子的情境 而來在開展出 我們華岩這樣子的圓容 這樣廣大 又深又廣的這樣子 他們是一體的 沒有分開的 所以這個是 我會一再強調 這個部分 沒有區別的 乃至於說 我們說 一跟一切之間 也是沒有區別的 最後的 法界觀 四四五外觀 他更是在說明 每一個事項的有差別 可是每一個之間是 沒有 沒有無礙的 他就是圓容一起的 但是我們又很清清楚楚 這個圓容 這個裡面 又很清楚 有差別像 這個是我們要 那個 比較重要的一個重點 好 那這個是借這個機會 讓同學 我們來認識一下這個 虛達長者的一個過去 跟佛陀的這個因緣 那麼再來是 色散才會 我們現在進入這個 色散才會的這個地方 嗯 這邊 我想同學我們就 就直接看課本好嗎 因為 我的這個檔案 沒有發現 我不曉得是 昨天沒有存到嗎 還是什麼 好 我們先 先看課文好了 那 我下一次會再重複一次 再複習一次 這十個門 這十個門主要的意思是 是 是在說什麼 尤其在色散才會的量 滿大的 三十二將近十頁 我們課本 將近十頁 所以呢 我在想 我們先大概看一下 那 下個星期 我們再仔細來看看 這十會 到底要告訴我們什麼 在色散才會一開始 的 的意思 好 來看 首先是在講這個 第一門 第一門是這個求法的差別 副法差別 我們可以看這個 對 課本的 183 1832開始 1832開始 然後第一個 他說 第一個 第一門就是說 初有三句 初就是指這個 復 復求差別 對 有三 他有分三個段落 差別是有三 文書 還有 有文書自救 自救絕成 以物積 初略 未發心故 因為 前面前面不是在講 文書呢 從絕成這邊 之前呢 之前是比較 之前是指六千比丘嘛 所以他們的基 呢 是比較粗略的 沒有發心故 這個是從 第一句是這樣來說 就知方色 第二個呢 從功德雲以去 就是 文書之後 第一個參訪善之事 就是功德雲比丘 有散財網求 那 這個地方呢 就是說 顯未成 這個未 未已經成就了 就是指說 這個是屬於 已經要進入這個 十 十 不是十姓 十 十柱 十柱 衛 這邊 已有散財網求 顯未成固 他這個地方 開始已經算是 進入到十柱衛的 這個善之事開始 第一位是功德雲比丘 好 這個是 我們先 復求法差別 復法差別 第一個 這個是因為他們的 這個 衛已經到這邊 有衛 因為這邊是十柱衛 再來 根建盛 他們的根器已經建盛 已發心 也發心了 這個是 對 也發心了 就是 知道了這邊 十柱衛的 善之事 然後呢 顯法 眾人 尊 顯法 顯這個法 然後呢 對於這樣子的人 因為以後就是 以後就是這些 四十位 善之事 來看一下我之後整理這個 我之後整理這個表 來 這是我後來又補進來的 我們之前講 那個修行項 性位 文書菩薩代表 是性位 他是 以文書一個人為代表 下面就是十柱衛 十柱衛的初柱衛就是 第一發心柱 功德雲比丘 好 這是經文 我們 我們往後會 會到這邊來看 那 我們現在大概 有哪 十柱衛有哪 十位呢 第一叫發心柱 第二治地柱 第三 修行柱 第四聖跪柱 第五 方便聚足柱 第六正心柱 第七不退柱 第八童真柱 第九 法王子柱 第十貫頂柱 那後面是 這些十柱的 代表的人物 第一是功德雲比丘 第二是海雲比丘 散柱比丘 然後 米茄良一 那麼 這邊是十柱 最初的十柱 有十位 再來是 我們先快速瀏覽過 十行位 也有十位 再來是 十回向位 也是有十位 再來十地位 也有十位 那麼 這邊呢 等絕位 等絕位 有 以摩耶夫人為代表 也有十位 有十一個人 十一個人 是因為 加了這個 德森童子跟友德童女 他們兩位合為一會 所以本來是十 在這邊兩個人 是十一個人 那米樂一個人 那製造無二相 文殊一個人 這邊是 第五個相 是顯英廣大相 所以 我們要看到的 這些 善知識裡面 其實是有二十類 哪二十類呢 來看 就是菩薩 有觀世音菩薩 米樂菩薩 這些的 還有 比丘 比丘尼 功德雲比丘 還有 海雲比丘 還有 優婆善 同男同女 還有 這邊 天子 天女 還有 外道 第十一類 是婆羅門 還有長者 還有博士 醫生 傳師 還有國王 還有仙人 這些 還有佛妃 還有天神 這些的 那麼 他們 所修行的 這個 法門呢 叫什麼名字 以及他們所證悟的 是叫什麼 這個 最後 我們會把它整理出來 每一個人所修行的法門 不一樣 先大概知道有這二十類 那二十類是分散在這個四個階位裡面 十柱、十行、十回向、十地 分散在這裡面 好 那麼 色散財會已經開始進入了 色散財會這邊 好 那這邊呢 我們先從 先看 我們還是先回到 課本這個地方 它這邊色散財會 同樣有分十門 第一門是求法差別 那求法差別當中的 第一門又分三個 也就是文書 文書它是 文書它是在說 因為文書之前面對的是 六千比丘 那六千比丘呢 它是因為其實 雞算是比較略 然後也未發新 可是後來也都是有發新的 那當然也相對於 之前的一些 二聖這些的 的 的根系不一樣 然後第二個 出門的第二句 功德雲已去 有善財網 求賢未成故 就是說更聖以愁 以聖故 以發新故 也就是因為 功德雲開始 就已經進入十住位了 好 賢法眾人尊 法跟人的這種殊聖 第三句呢 就是末後 就是最後 最後一位 普賢 最後一位又 最後一位是善財 他又參訪 最後一位是 那個普賢菩薩 對他又去 又去 又去 又入了普賢的那個 那個那個 有普賢要幫他進一步的授記 所以這邊第三句 末後普賢中之士 好 了解齁 好這邊就是 法界未滿 法界未滿 無來去 到了普賢這邊已經算是 就善財來說 他所參訪的這個法界未 已經算是圓滿 功成圓滿 也沒有所謂的來跟去 從這邊來說 設園 園教這樣子來看 第二門 第二門呢 叫做修入重別 修入重別當中呢 初位內有三會四重 就是哪三會呢 初位內就是我們講的比丘 龍王跟善財這三會 了解嗎 四重 有比丘 有文書屏商 有善財 文書善財 六千比丘 龍王 這些 以示修始 我們剛才講他絕城 絕城東 是屬於 絕是死本絕 那 東是死絕 所以呢 以示修始 已經要開始進入 啟動這個實踐法門的開始 好 那 唯有善財 以行別 在人故 善財的 行別 怎麼說呢 善財因為他 他去參訪的 不一樣的 善知識 善知識 也是因為 依於 這些人物不一樣 是在於人 行 以及他所 以及這些善知識 提供他 提供他去實踐的這個內容 實踐的這個內容 差別不一樣 也是因為這個人不同 所以提供給他這個修法的差別 也會不一樣 好 從這邊 這是第二門 修入重別不一樣 因為不同的人物所提供的修行的法門 不一樣 就不一樣 好 然後第三門呢 四方差別 方是指地方 或者是說地點 或者是說出那個 處所 第三門 四方差別 大衛有三位 有三位 第三呢 是出地 出地以前的知識 是在南方 這邊是 分類為南方 分類為南方 那 這個 地內無方 地後亦有南方之 地內無方 就是 也就是說 在這個 沒有 地後 就是說 你已經正到這個地 實地這個街位 這個位 之後 它就會有 處所的區分 但是在地內 就還沒有進入到這個 進入到這個街位的時候 是沒有分的 無方 沒有區 沒有區分的 沒有這樣區分 因為他說 前出地 前知識 多是在南方 這個是地內 還沒有到了那個 正地的這個地方 地後呢 通常 也 地後也會有南方的 但是它的南方呢 有四個意思 有四個意思 是正 正的意思 然後第二個呢 是被案相名 好 南方有這樣的意思 被案相名 第三個呢 是離真檢 離去有 離真跟檢 真檢是指 日出 日出東方 日末西方 是真檢 那南邊 南離兩邊 它是指 南方是離了兩邊 南方是表中道 表中道法界 同樣的呢 南方也是主生 生起的意思 是屬於陽 因為就是所謂的陰跟陽 它是屬於陽的意思 那北方是主陰 北方是主陰 所以呢 這邊是說 因為 因為善才 他要去 他因為參訪嘛 因為行見真之後呢 所以他 處所不一樣 所代表的意思都不一樣 南方大部分 他都是往南去參訪 往南去參訪 所以南方是屬於 這邊的定義是說 他是比較偏陽的 然後他有出生意 出生什麼呢 出生善法 有出生善法 這樣子的 譬喻 在南方 所以 那個 只要是一個善之士推薦 善才去參訪都是往南走 都會看到都是往南邊去走 這樣子 好 這是有出生善法的意思 那也 涅槃 為什麼呢 涅槃 這邊是說 佛陀涅槃的時候 他的棺木是朝北方 那朝北方意思是說 入滅的意思 在這邊的解釋是入滅的意思 那後一個呢 後一個表示什麼呢 錶離針簡易 離開針簡 地後表示 地中呢 我們有分 入地 住地 跟出地 出 出來的出喔 不是一地二地的那個出 出這個地 因為地裡面有 入了 然後住再來出 那這邊就是說 這邊是說 地中正 中正正離相過 不可難表 那地後呢 地後是顯這個業用 地後是因為 他已經證了這個 接位之後的這個地 他就能夠展現出這樣子的業用 所修得的這個法 他就有業用可以呈現出來 所以不同 所以會不一樣 那 之後的文書呢 會有出現說 文書是表無方 那無方呢 是指這個般若 這個是呈現是 那個 文書胡桑是表示是般若 他有這個加形的意思 末後普賢也是表示無方 那所以這個 文書跟普賢 他們是沒有所謂的這個局 我們前面講通跟局 他就沒有這個局限 不管是在文書所獲得的自身的這個 跟普賢他所實踐的這個部分 這兩位大菩薩 他們是沒有這樣子的局限 所以他會說無方 那這是表示什麼 表示法界的圓融之德 普遍而有這樣子的業用產生出來 所以這邊呢 前面我們先介紹這個十門 設善財會十門 我們先看前面這四門 那這四門裡面就是會解釋 就是往後參訪這些三四四門 所具有的一些特點 以及他在這個地方先做一個 概括的一個解釋 這四門裡面 那其實是有十門 我們先看這四門的好了 下一周我們再來往後看 那我會再重複的讓同學再來了解說 這個其實裡面的含義是什麼 從這個真跟簡啊 南方啊北方這樣子的說法 這個是善財會裡面的 這十門裡面的 我們可以下禮拜再來仔細的閱讀看看 好 那麼今天我們先到這邊 好 謝謝大家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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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